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英文文化1 English Grammar 1 主讲人邱博士 各位同学大家好,我是邱博士 英文文化一,一共包括20个单元 现在我们就来看第四单元 过去进行式和简单过去式 教学目标就是学生将能够了解过去进行式和简单过去式的时态 同时也可以比较一下这两个时态的差异 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这个肯定叙述句 这是过去进行式 主词加V动词加动词加NG 那主词的话,这边是敌人称第二、第三男性女性 I was eating yesterday at 8pm 昨天下午8点钟的时候,我正在吃东西 平时正在吃饭 过去正在进行的 现在不是,过去进行的一段时间 进行的一个动作 You were reading a book last night 昨天晚上你正在读一本书 就讲昨天晚上 这一段时间呢,正在进行的动作 He was writing a letter when the phone rang 当电话铃链的时候,他正在写一封信 这是讲过去的时间 过去的时间 电话铃链的时候,他正在做这个动作 这句可以看出来,它是一个过去进行式 这是过去,简单过去式 可以对照一下 他小孩子们正在玩游戏 玩这个玩具的时候,他正在煮晚餐 这也是一个简单过去式 跟过去进行式一个对照 就是说在玩的时候 这应该是两个都是简单过去 都是过去进行式 应该是个危险式 这边,所以自己才具是 简单过去式 跟过去进行式一个对照 那这边就是说,这两个动作 在过去同一个时间里头 都正在进行的 小孩子正在玩的时候 他还是正在煮晚餐 好,这也是一样 就是讲东西,中性的主持 当狗进来的时候,他正在睡觉 这个IT可能是指猫 当狗进来的时候,猫正在睡觉 狗进来是动作 你看是简单过去式 他进来这个动作就是 比较有时间长一点 当然没有讲特定时间 他说进来这个动作 他进来的时候 这是一个比较长久时间的一个动作 We were eating yesterday at 8 pm 就是呼数,我们 那这个也是呼数 You were having a party while it was raining outside 正当外面天气真的下雨的时候 里面正在开一个party 这也是过去的一段时间里头 这个动作正在进行的 两个都是属于过去进行式 所以这句 They were watching a shell from the earth again to shake 当这个大地开始摇晃的时候 他们正在看一个表演 就是大地开始晃就是一个那个时间点开始 可是在那个时间点开始的时候 他们就正在看一个表演了 所以这段 fand这句就代表 简单过去的这个简单式 简单过去式 那么前面这边就变成过去 时间一段才进行的 好,这里是negative statement 就是否定叙述句 否定叙述句 否定叙述句 你只在V动词 跟动词之间 放个NOT 就完成了 那通常呢 这个 过去式的V动词呢 就两个吧 单数的whose 那是 这个第三人称 whose 那是第二人称 whose 还有这个whose whose 等下我们看到whose so I wasn't eating yesterday at 8pm 昨天下午八点钟的时候 我并不是正在吃饭 和吃东西 这也是一样 weren't she are reading a book last night 否定的 否定的 she wasn't cooking dinner why her children were playing the toys 像这种剧情的话 就是 可能就是 做一个火定 在她小孩子们 正在玩 她们的 玩具的时候 她并不是正在做晚餐 但有时候也可以说 这也可以用火定 如果说 这个 两个都是 没有这样在发生 那我们就是 这种实验法就是 当这个动作正在进行的时候 这个动作并没有在做 好 好 这是中性的 或是东西的 就是动物 比如说 当狗进来的时候 这只猫 对 并不是在睡觉 好 这个是 位 就是互数 好 我们 在昨天下午八点钟的时候 并不是正在吃东西 这也是一样 当 这个外面在下雨的时候 你们 他们并没有再开party 就是泪 当 大地开始摇晃的时候 他们并不是在看一个表演 好 来到问句 就是会用 S1Note做 简单回答的 那问句的话 你就很简单 就是把V动词 放到主持的前面 那V动词 这两个嘛 Wars 跟Wars Wars I eating yesterday at 8pm 昨天下午八点的时候 我正在吃东西吗 这时候 你微微的 雨微就稍微抬高一下 好 昨天晚上 Ware you reading a book last night 昨天晚上 你正在读一本书吗 好 Wars he writing a letter when the phone read 好 当 电话铃响的时候 他正在写一封信吗 好 过去的 时间的点 走房子的时间 那是过去的 段时间 等我理想了一刹 她是正在写信吗 Wars she could continue while her children ware playing the toys 也是一样的 一动词 放在主持的前面 好 这也是一样 Wars It sleeping when the dog came in 好 狗见人说 这只猫 真的睡觉吗 啊 what we eating yesterday at p.m. 也是一样 把V动词 抓到前面来 We 用word 好 这是who su la you's in 里面 里面 他就把 也是what放到前面来 what they watching the shell when the earth began to shake 也是V动词 放在主持的前面就可以了 好 来到短回答 肯定的 那就是在句型 yes 加主持 加V动词 也就是说 你回答的时候 只回答到V动词就好了 yes you were yes I was yes he was yes he was yes she was 好 你看 这who su的话 就是用word 单数 敌人称 用was 好 这个是 肯定回答的 那个短 问句的 短回答的这个 是否定 Now you weren't No I wasn't 就是was 或word 他通常把它缩写 就缩写就成这样 第三人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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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who su No you weren't W-E-R-E-N-O-T 缩写 No we weren't No they weren't 然后呢 就是 谈到这个 问句前面加疑问词 那很简单 也是这样 把原来的问句 前面加疑问词就对了 有人词 wwww 再缩写 V NOT 之前 Why was i eating yesterday at 8 p.m. 摇 為什麼昨天下午8點鐘的時候 我正在吃東西 Why were you reading a book last night? 為什麼昨天晚上你正在讀一本書 也是一樣這個 why 往前面 Why was he writing a letter when the phone rang? 為什麼當電話領寫的時候 他正在寫一封信 Why was he cooking dinner while her children were playing their toys? 為什麼當他的小孩子正在玩玩具的時候 他正在煮晚餐 好 這是中性的 Why was he sleeping when the dog came in? 為什麼當狗見的時候 他正在睡覺? Why were we eating yesterday at 8.00 p.m. 昨天下午8點鐘的時候 為什麼我們正在吃東西? 這是戶數了 這個是戶數 Why were you? 為什麼 Why were you? 這個有點誤殺 應該調過來 調過來 Why were they watching a show when the earth began to shake? 當大地開始搖晃的時候 為什麼他們正在看一個表演 那我們就結束第四個單元 謝謝各位的觀賞 總之 真的 那麼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